记录一下一个人飞去美国工作 这个20号我过了30个小时 这一次就是奔赠他来的Picco 在你前面 哇 斜肩斜肩 我们活在这些世界里面看影片 可能在看虚拟女友 今天有人要出门去美国做工咯 但是 自己一个人去 有点担心他 想念我啊 看着啊 自己小心一点啊 我担心你一点 看着啊 呀 嗨 今天是3月20号 记录一下一个人飞去美国工作 那这次去的就是在San Francisco 一个叫做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 就是游戏开发者大会 是一个非常非常全球性 很大型的一个游戏的展会 这里就记录一下一个人飞20个小时 去到San Francisco的一个全记录吧 然后这次我们搭的是新加坡 Airlines 这个新加坡 Airlines 很激烈 就是我们先从KL飞去新加坡 然后从新加坡可以直接搭一个 从新加坡直到美国的一个飞机 好啦 大家跟我一起去美国工作吧 好啦 现在就到新加坡 现在就搭一个 direct flight 直接去到San Francisco 我好期待哦 没有搭过直飞的飞机 而且是17个小时 这个就是Premium Economy的座位 比较宽 这个Premium Economy的Lake Room 就是这么大 还可以放脚 基本上Premium Economy就是Lake Room 非常大 它不是大很多 然后有的放垫脚的 然后有给水 然后有很多插头 大概15个小时后见 好了 各位 Hiii 怎么讲 这个是应该我人生中最长的20号 这个20号我过了30个小时 第一次到San Francisco 早安大家 需要一个晚上 今天是一个大日子 叮叮 去哪了 这个Pass回来了 里面会展览超级多的各种 游戏相关的内容 OK 现在我就去吃个早餐 然后我们就出发聚会场 出发 因为会场在Hotel附近 所以我们就走路去 到了 好可爱啊 进门就看到 各种Costume 呀 很Cute 这个是Manta Wars的Character来了 太夸张了 多人到 密密麻麻 这一次就是奔赠他来了 Pico 我们来了 飞了20多个小时 就是为了他 现在带你们去退下 这个就是Pico从2016年开始做的VR眼镜 一袋一袋 这个是2017 然后这个有参展CS的哦 好 到2018 2020 登登 这个是我现在每天都在玩的 这个真的很好玩 Pico 4 你们看一个这样小一架的VR眼镜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密密麻麻的零件 所以制作过程则是很复杂的 每个VR的前面的镜片 各种各样 什么颜色都有 很可爱 这边展示的就是Pico 4的颜色材质 还有它的一些 accessories 这个是Head Strap 然后 这个是那个布料 是软软的 这边全部都是Controller的零件 哦 小小的 就是一些小button啊 你们看看 啊 那个Controller 现在还准备了给人家当场试玩 你看这个人在打Foxing 嗯 好难这个游戏 但是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回去我要慢慢练习这个 但是很好玩 很喘诶 真的有运动的感觉 现在到Bernard去玩 带我们下一个选手上场 Bernard CK 哇 你对得很准诶 刚好就是我CAMERA 表情管理诶 送下巴出来哦 喂 喂 在那里 喂 在你前面 喂喂 哇 哇 鞋尖 鞋尖 哇 阿六根 Foxing 时间 来吧 我准备好了 各位 我跟你们讲 打拳真的很喘 喘到我已经 我觉得我今天消耗了很多卡路里 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 无论我在哪里玩 我都觉得我随时随地可以出汗 真的有出汗 我瘦了 我觉得 刚刚我们玩了这个Fitness 相关的游戏之后 其实Biko也有这种 比较激烈 比较血腥一点的游戏 就是 打上屎 好玩哦 Zombie出来了 现在试完了就是这个游戏 After the Fall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Zombie游戏来的 这个小area大家围在一起 在这末里 就是一起去看VR Video 他们活在这些世界里面看影片 可能在看虚拟女友 好啦 这边就是 Piko Book的全部了 耳朵脑声了 好多人都在玩哦 这个 这个是小朋友来的 感觉是 青少年 青少年玩的特别激动哦 哇 你看哪 哇 走得高近 咬得高近 哇 差点要打电视机哦 可以问你一些问题 有什么感觉吗 你感觉到比赛的 比赛的比赛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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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它不太厉害 所以 你觉得 它是比赛的 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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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覺得可以穿它 然後玩一至二小時 對 因為如果妳知道妳是在訓練 如果妳要去練習 這就是好方式練習 OK 謝謝妳 有很多新游戏就是直接给你在那边吃完 不间断的访问了两个CEO 这个是Vertico Games的CFO 我这个黏的是SAMURAI 我黏了之后我就是SAMURAI 你看这个是几喇啦 这个喇啦 黏在这边有够HIKIA 红的船子 黏好了 都是这么刁转的 给别人看的这个是 然后看一下这个 哇有够喇啦 大家快点秀一下你们的 小动 好了为期两天的GDC就到这边结束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 总结来讲啦我觉得GDC哦 它不像TOKYO Game Show那种 就是它会很多COSPLAY 然后很多耳熟呢 像你们都懂的游戏在 它没有 它更多的像是一些游戏开发的 在开发游戏的过程的一些分享 里面有很多开发者 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啊 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成品出来 然后这边设计的比较多的也是 AR Game啊 VR Game这样子 反而那种Mobile Game PC Game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次我留最多时间在Picco上面 之后我发现了 原来这种一个VR 甚至是VR Game是很难的 因为中间牵着很多硬件问题 软件问题 还有developers问题 所以因为这些哦 成就好Picco SR现在的样子 好啦Goodbye GDC 明年再见 回家 回家 来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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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